早上6點15分 馬上帶你找到今天的最新天氣資訊了 今天禮拜天有沒有到哪裡玩呢 如果要出門走走啊 可以盡量避開北部的地方 因為其實今天北台灣天氣是相對於比較不穩定的 可以看到現在啊 這邊是台北的最新即時影像 雖然說太陽已經出來了 但是雲層還是有點厚的天氣有點陰陰的 我們看到現在台北的最新天氣氣溫是來到了26度左右 而今天的降雨機率非常的高 來到了90% 所以出門的時候一定要特別注意了 我們從外星淫途帶來看到了 受到這個封面的影響通過 而還有這個東北風逐漸增強 昨天晚上開始呢 北台灣就已經逐漸開始變天了 那麼今天感受上呢是最為明顯的 各地高溫呢大約是在33度 沒有下雨的時候呢是比較悶熱的 而可以看到這個北台灣上方水氣聚集是相當的明顯 沒錯這個大雨特報呢是持續示警的 可以看到包括了基隆 雙北以及桃園市 這幾個啊北台灣都是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機率 新幾天如果明天要出門玩的話 一定要記得攜帶雨具或是呢可以選擇到比較中南部的區域來玩 我們從定量降水一包圖帶來看又更明顯了 早上的部分呢降雨的重點呢區域就是在北部跟東半部的地區 而整天呢都會有不定期的降雨 到了下半天呢是靠近南部的地區 降雨地區呢是以午後雷震為主 而東半部呢還是會有持續的零星降雨 而這個封面通過東北風持續影響 我們看到趨勢的部分會影響多久呢 今天降溫又降雨是轉為四比較像秋天的涼爽舒適天氣 而到了明後天北部地區仍然還是會有降雨的 不過呢雨勢跟今天相比呢是稍微緩和一些些 到了周三後天呢是天氣是慢慢的回穩了氣溫也回暖 而且呢是以多云稻情的炎熱天氣為主 不過啊到了禮拜四又有新的一波封面報道了 再轉為北部跟東半部呢有雨 也就是像這幾天一樣的天氣形態 氣溫呢同樣是小幅的下降的 提醒各位觀眾朋友其實這幾天呢 天氣都是趨上比較不穩定的 如果要出門完的話也要帶雨具 以上呢天氣資訊提供給您